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产生问题的手机进行免费维修 第三 如果有消费者在修理上述问题手机时已经付费 三星公司将进行退款处理 第四 如果两次修理还是不能正常使用 三星公司将为消费者免费更换同型号产品 第五 本次涉及的上述手机型号 凡2012年11月31日以前生产的产品 无论是否经过修理 均延长一年保修期 同时更具体的信息 三星公司也将在其官网上进行发布 大家可以进行详细的了解 三星自控门事件的调查到今天 我们将告一个段落 但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调查 经济半小时栏目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将一如既往的进行 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养老 养老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养老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关于养老床位的矛盾与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以前的系列报道当中曾经多次提到 那么到目前为止 这个养老床位一床难求的现状究竟是怎样的 究竟要找到一张养老床会有多难呢 接下来我们要去认识两位老人 自己做什么餐的一般中 自己有的时候什么胡萝卜呀 羊白菜呀 一弄一大盆我得吃两天 要不得每天弄菜 10月13号重阳节 记者来到在北京朝阳区永安里社区的 深进华老人家里时 老人正在做中午饭 虽然是重阳节 但对于深进华老人来说 这一天和过去的几十年一两万天 没什么区别 自己炒个菜一吃就是几天 这就是老人的生活 每个月你要是算上那个低保啊 跟那三百多块钱都算一块 也有也有一千一一千二那样 可是那国家还有啊 那个米面到时候都给我 也不用我花钱 深进华老人今年九十岁 是地道的老北京 没有子女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老伴去世起 老人就自己一个人生活 住在只有十几平米的小房里 老人视力不好 电视机常年不开 只有桌上的这台收音机 陪伴着他度过了大部分时光 原来眼睛还好时 老人还靠缝纫机做活 赚一些生活费 如今年级大了 完全靠低保来维持生活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深进华的腿脚也越来越不方便 家里的两层楼梯越走越慢 出门买菜拿药 也日益成了一个负担 下楼子两个手就闹着那个墙 两边那墙慢慢的 岁数大了以后 你要再买菜了 腿脚都不利落了 我也是怕摔啊 尽管自己加倍的小心 深进华今年还是在家里摔过一跤 至今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摔得不劣 不劣就窝腿一下子 赶紧就扶着 就扶着 由于腿脚不变 深进华每隔两三天 在下楼一次购买生活必需品 到医院开药 顺便在小区附近散散步 看到周围的老人有儿女照顾 深进华的心里也很羡慕 在与朋友们聊天时 深进华得知 最近有一个邻居 在儿女的安排下住进了养老院 人家有六个儿子 六个儿子呢 一个人拿一千多块钱 但这现在说六七千呢 挺多的 六七千的话对您来说 我挺羡慕他的 我也想去 您现在为什么不去呢 现在没钱呀 现在什么也没有 其实深进华也曾动过心思 但他打听了一圈之后发现 按照他目前每月一千两百元的收入 根本无法支付北京养老院的费用 因此他从来没有去看过一家养老院 每当周围有人提到养老院时 他也只是默默地记在心里 深进华悄悄地告诉记者 其实他还有一个希望 那就是盼望着自己居住的地方拆迁 我就是等着拆迁呀 拆迁我再去 不拆迁我就等着吧 我要拿那个搬家费呢 我可以上正老院去吧 对于九十岁的深进华老人来说 如果这里拆迁 他还有可能有钱去挑选一家养老院 安享晚年 但对于八十五岁的王博文老人来说 希望却是更加渺茫了 王博文老人住在朝阳区团结湖社区 有一个女儿 但患有严重疾病 根本无力照顾老人 这些年来 王博文老人也只能靠当地社区的补助和外 爱孙女儿给的一点钱 总共每月一千元左右 维持生活 2012年中央电视台 财经频道曾经对老人的生活进行过报道 这是2012年8月 记者第一次见到老人时 他希望能够找到一家合适的养老院 记者曾带着王博文老人来到了一家离他家不远的养老院 看到这里有好多康复师可以给老人做康复训练 老人的表情一下子舒展了 康复百分之百都在医保报销范围之内 所以医疗保险都能报销 百分之百报销 对 哎呦 挺好 一听说可以报销 王博文老人客气地说 很好很好 就不再说话了 因为他以前没有工作 享受不到医保报销 在老人住宿区 我们发现这个养老院没有一个空床位 还有许多正在排队的老人 40张床位百分之百站满 在养老院这个多功能厅 王博文和老人们有说有笑 看起来很开心 但他并没有让我们帮他办理登记手续 从养老院回来之后 一向健谈的老人变得话很少 在王博文老人的桌子上 我们无意间看到了这样一个纸片 我没工资 84岁 残吃老空巢 纸片上寥寥十三个字 是对他自己的概括 我们无法想象 王博文老人 是在多么无助无望的时候 一个人默默写下这些字 今年十月份 当记者再一次见到王博文老人时 他依然独自生活在这里 老人说 后来他又曾托人打听过几家养老院 不过价钱低得环境不好 环境不错的价钱又无法承受 不得不放弃 这儿这个我听说一个月五千 我吓我一跳 五千块钱我拿成多的钱 像您现在优越可能能拿出多少钱 最多 我收入啊 我快达到一千块钱了 一千块钱 生活是不成问题 可药费出不来 药费够强 这药贵 去一趟就得三级白 最多的那个六百 和去年相比 老人变得虚弱了 虽然能够自理 但是行动已经日益不变 这间十来平米的卧室打扫一会儿 老人就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一下 生活是够呛了 手啊脚啊都不停使唤了 摔跟头 那会摔在厕所里头了 洗澡来着就仗着 仗着厕所小 不是平摔 一摔给夹在那了 后头还有靠头 坐在那了 没出大事 老人告诉记者 将来如果住进养老院 只能将这个房子租出去 用租金来支付养老院的费用 一年来 他已经不止一次的计算过 这间房子的租金 不到四十平米 一个月估计能租多少钱 一个月租金像这个房啊 大不了三千五嘛 大不了 按照目前北京养老院的收费标准 三千多元的租金也只能在郊区寻找一家养老院 老人眼下已经托人在北京大兴寻找养老院 不过内心深处 他依然希望能够在这个家多住几年 养老院的事也就迟迟没有定下来 因为自己过生活一辈子 这个家要扔起也挺难的 也挺难的 好了一天说一天 在自个儿家里头 横着也有礼 宿舍也有礼 多舒服 除了舍不得离开这个家 老人告诉记者 他也听说过居家养老的政策 老人的要求不高 他只是希望社区里能有一个老人的食堂 我就盼着这个社区办这个居家养老 我可以在家里 我就能吃上饭 然而让老人失望的是 目前他所住的小区 还没有提供这样的服务 居家养老也只能依靠自己来买菜做饭 对于老人来说 这已经日益成为一种负担 说实话 节目当中两位老人的状况挺让人忧心的 特别是王博文老人 很多观众已经很熟悉他了 希望他们以及像更多的这样状况的老人 能够在社会的关心和关注之下 得到更为周全的生活和健康的照顾和保障 对于养老机构床位短缺的问题 全社会的关注度一直都很高 近期呢 还有报道说 在北京的一些养老院 等床位排的队 已经能够等上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了 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这位正在张罗给母亲送饭的中年人 叫宋哥 北京人 这段时间他一直是焦头烂额 除了要照顾住院中的母亲 他还要惦记着给母亲找合适的养老院 随着宋哥在医院的病房里 记者见到了宋哥的母亲于奶奶 于奶奶今年七十三岁 提起入住养老院 老人虽然还在病中 却还是有一肚子话要说 2011年 他还曾经亲自为老伴 跑过多家养老院 我的身体也不好 心脏也不好 哎呀 这是挣扎的 给他找养老院 四环中一路 因为你绝对找不到一个养老院 能够护理他的 所以你说 您要找 这点照五环 六环里外 四环里面是价格高吗 还是 价格高不说 他没护理 你想找个护工 没有 最终于奶奶在六环外 给老伴找了一家民营养老院 然而条件去差强 房产 外国比较整齐 但是他的户里的人 还是差一些 现在咱们国家你说硬件 还跟不上吗 软件就更跟不上 这个护工啊 没有经过培训 说好到实际上 真正急的时候 什么也简直都没有 他身边没有一个能够懂得这个医治啊什么就是医务人员 他身边一个都没有 所以很快就没有 人很快就没有 八十岁 早了点 在找养老院的过程中 于奶奶一直希望能够住进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 这也是北京知名度最高的一家养老院 他从2011年起 自己在那也排了号 但老伴已经去世了 自己又住进了医院 床位却迟迟没有空出来 那是公伴养老院进去医院吗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跟你讲 我在那样的情况下 我就赶紧登记了第一副的医院 我登记的时候 他们说有五年的样子 你可以不住 可是现在我儿子一去问 说现在刚进入07年登记的人 我这10年或者11年的 都得等好 所以我现在就发愁 我说我这出医院 我是属于天摊的 他这个 我这手动不了 手 最团都算不上 我没法自理 2011年在第一福利院登记时 于奶奶还没有患病 还能自己照顾自己 他本打算在家里慢慢等候着床位 等到真正需要入住时 床位可能就下来了 没想到今年夏天突发的脑梗 让他左手无法正常的活动 我当然建议去家养老了 你自己的家庭都生活了几十年了 现在面对的就这样的困难 一个身体的困难 一个养老的困难 于奶奶退休前是高级教师 每月退休工资有5000元 然而一旦算起障碍 于奶奶却发现自己的退休工资够用 您本营老院肯定很贵 太贵 我一月的退休金5000 说起来不算太少 我们住在这都大部分 就3000或者278 可是我这户工费一交的话 我一个月的钱没了 户工费一天就130 130我这一月下到家家上 过庆节中秋节 他双工资还 所以我一算我这一月 我吃太钱都不够啊 要进民办养老院 价格总得再四五千万 我怎么生活呀 眼看着公办养老院 不知道要排到哪一年 于奶奶也曾打算 把六楼的房子卖掉 换成一楼的 但由于家里只有一套房子 他也担心 一旦卖了 是否能够买到合适的房子 你买了新房以后 弄好了 你才能倒腾过去 你不然你 我现在把房卖楼住哪去啊 是不是 房价又那么贵 咱们国家挺富的 是不是GPT这么高 你多办点像第一福利院那样的 养老院 你让我们老年人 活得也有尊严 陪同母亲吃过午饭 宋哥又返回了家中 母亲的这场病 也让寻找合适的养老院 变得更为艰难 由于一直没有接到北京市第一福利院的通知 宋哥决定去第一福利院看一看 询问母亲何时才能排上床位 什么时候都没有 哪年都没有 两三年多了 两三年 住不前来 现在刚刚通知到06年了 接待人员告诉宋哥 目前第一社会福利院的床位 刚排到2006年登记的老人 而宋哥的母亲是在2011年才登记的 能估计一下大外公 反正你想短时间住起来 那是不可能的 短时间都在一两年 不知道 这点好说 因为他来登的时候能给他说 等五年吧 登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说的 但是现在肯定估不进来 最后 这位工作人员干脆直接建议宋哥 寻找一家别的养老院 你问问其他养老院吧 可哪能说先住 像您这样的养老院 跟我们一样的 我不知道哪有 但是养老院也挺多的 咨询了半天 最终宋哥带着失望的心情 离开了第一福利院 犹豫了半天 他决定还是按照福利院工作人员的建议 多跑计价 宋哥希望能在家附近 给母亲先找一个民营养老院住下来 一方面可以照顾母亲 同时又能够等候第一福利院的床位 抱着这一目的 他来到了离家不远的这一家 并为寸草春辉的民办养老院 负责人带着宋哥参观了这里的房间 寸草春辉主要接收半自理和失能老人 床位费在2200元到2500元之间 果实费每月900元 如果是半自理老人加上护理费 每月一共需要五六千元 那到社区医院能需要吗 社区医院他要是有医保的话 他可以转过来 看完后宋哥对于这里的条件很满意 价格也在能够接收的范围内 然而一问床位却发现 这里的一百来张床位也已经住满了 您能给看看前头有多少人排着吗 心里有个处理 前边有五六十人了吧 那么多 但是在这个期间 这五六十人 他们也有可能就是说 有不住的原因 或者有不住的呀 或者是等不及了 这种情况 但具体你要让我预测 他老人家多会能进来 我还真不好说 在这里登记了于奶奶的信息之后 宋哥打算一边等候床位 一边继续寻找合适的养老院 这也排着 其他的我也肯定再继续继续要找一找 你下一步准备是在到哪里去找 是破代价范围叫郊区吗 还是说还接的事情 好像城里边就是能联系的 我差不多都联系过了 那只能再远一点了吧 好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前面我们认识的三位老人 虽说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情况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养老床位 然而在养老机构 特别是公办养老机构 一床难求的同时 大量的民办养老机构 却是不饱和的 空置的养老床位 仍然是大量存在 那么如何才能分配好资源 来解决这一冷一热的矛盾呢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 北京市民政部门传出消息 北京市正在对养老机构的 定价问题开展调研 并有望推出收费指导价格 规范养老市场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副会长张凯蒂认为 作为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北京市户籍60岁以上老年人口 已经占总人口的20.3% 截至2013年1月 北京市各类养老机构 共有床位9万张 预计到2020年 全市将建成16万张养老床位 一方面床位紧缺 而另一方面 目前北京市养老床位 平均使用率却只有60% 养老机构床位 也存在着另一种形式的双轨制 之所以公办养老机构这么挤 其实这方面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反而会造成一种形式 就是说我们的公共资源 这方面的配置上不是特别合理 不是特别科学 当然不排除老年对于我们公办养老机构里边 他们的心目当中的一种信任感 他们就是这个政府办的 心里脱底 张凯蒂认为 与盲目的扩张床位相比 更重要的是 如何合理的配置现有的资源 以北京为例 失能办事能等 急需机构养老服务的老人 反倒被一些公办养老院举之门外 今后政策和资金的扶持 不应该再按照公办民营这种体制划分 而是看谁对社会做的贡献大 谁的服务好 谁接纳的老人数量多 就给谁更多支持 如果养老机构能够争取更多的补贴 就可以将成本降低 调控价格 我们这个公办养老机构里边 很多都是还是健康老年人 说得不好听的话 还得要有点社会资源的 有点门路的 一般那种低收入的 失能和半失能的老年人 还是比较少的 张凯蒂也指出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已经提出 以政府为主导 发挥社会力量作用 着力保障 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确保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加大对基层和农村养老服务的投入 充分发挥社区基层组织和服务机构 在居家养老服务中的重要作用 张凯蒂认为 关键还是在于地方政府如何真正的落实这些政策 我们也参加过民政部的养老机构的建设标准 日间照料中心的建设标准 这些标准都有 但是实施和贯彻过程当中 要么就走样 要么就没有办法贯彻 就是我们经常老百姓所说的 规划规划 墙上挂挂 其实我倒觉得 说一千到一万 不如你实实在在给老年人办一件两件好事 即使到2012年底 全国60岁级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1.94亿 占人口总数的14.3% 而各类养老机构的床位416.5万张 那么入住的老人是293.6万人 这个数字仅仅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51% 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 而在总量不足 公办养老机构床位紧缺的背景之下 依然存在着民办养老住不满的结构性的矛盾 看来养老机构也存在着供应上的双轨制 或许北京市正在进行的收费指导 是平衡这种双轨制差异的一种尝试 但是更为根本的是 对于公办养老机构加大改革 对于民办养老机构加强扶持 让市场化的养老院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共同来面对养老市场 这个才是两种养老机构并轨的出路 一个保障健全运转顺畅的养老机制 不仅需要我们真诚的付出 也需要我们拿出化解困难的智慧 在这个问题上 决策层还需要更多的深入群众了解情况 好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接下来是央视财经评论 请您继续关注 明天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